讓3%都已經帶他氣成這個樣子 讓6%這哪有辦法 我覺得這太強人所難 那天在馬總統的那個見證之下 在談判的時候 我在想說好啦 既然雖然已經是 我也明明知道說柯虎對待消跟虎哥對待消 這個差距會變小 但是我想到說 我們還是一個比較小的政黨 所以我也同意說 在朱語局的這個遊說之下 我也想說好啦 那如果是統計無差犯人類 我還是願意照 因為我這個決定 我們這個競選總部的人 我們這些助理 幕僚 副成一團 甚至外面的柯文也是義分填硬 他認為說今天就是比較為什麼要讓 不過我覺得是這樣 我們還是要呼應人民的期待 後來我也同意了這個 其實是很不公平的比賽 我就按照這個規則 11月7號到11月17號 可以用的民調有這上面6分 其實很清楚 如果柯虎跟侯客來比較 你看這一排 幾乎全部都贏 除了那個最盛藍的聯合包打平以外 其他柯虎的這種組合都比 跟對待消的組合都遠比 侯客對待消的組合 一開始我說如果再誤差換人類 我願意讓 所以讓3%可以 但是昨天晚上那個要求叫我們讓6% 我坦白講好了 今天不是要贏柯文哲 今天是大選能夠贏過賴清德 趁著大選的時候賴清德0.0.1%都不會讓 所以對我們來講是這樣 如果讓3% 好那這個就3比3 我們可以出自黨對抗再協商 你說一開始就要我們讓6% 這個坦白講這已經超過一般人民的常識 所以是這樣 再也整合我覺得還是必要 我們在想罵再也整合 少出一組最強的候選人 來贏得選舉 這才是我們的目標 所以 我們還是期望說可以 跟國民黨繼續協商 但是不要要求我們讓6% 然後叫我們自己器械投降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跟我們的支持者 也沒辦法交代 讓3%都已經 都已經大家棄成這個樣子 讓6% 這哪怎麼辦 這個連同 我覺得這太強人所難了 我們還是會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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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是會選擇